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爆谷频道 为什么今天用我的爆谷频道呢? 因为谷哥和奶茶两条弹散走了去偷情 所以就留下我一个在办公室那里 不要紧,一个人都可以很多事情做 今集我们做什么呢? 今集就是要开箱了 好了,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个微精黑头仪呢? 我相信很多港男港女 他们都很注重自己的面部皮肤 特别是鼻子 因为鼻子很容易凝聚黑头 所以通常很多人都会去做面膜 或者去洗臉 用很多护肤品去清黑头 我自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我自己本身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很多黑头了 我做面膜也好 或者做什么护肤品也好 一个星期,黑头都出来了 直到在Facebook看到有这个仪器 卖得很厉害,是很多人买的 我心想是否这么厉害? 它是怎样? 它是说可以给你短时间之内 几分钟而已 可以把鼻子的黑头吸出来 吸出来之外 还可以帮你收起毛孔 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而且它不单止 它还可以帮你的面 变成V面 V面 我觉得 喂,好像200元就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 我有点不太相信 所以我就决定买回来 和大家一起开箱去试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立即开来看看 好了,我们一打开的时候 就看到其实里面 首先都散了 它的包装 因为盒子太松了 一开的时候已经散了 另外,它有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都是简体字 原来它里面有六个头 每个头都有它不同的功能 好,那我们说明书就在一会儿试看 我们就先去看看这个东西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 我稍微撿回帅子才把样子 它这里其实就是有 刚刚说过了,六个头在这里 中间这一枝就是那一枝 被你吸黑头的一枝棒 它这枝棒里面也有一个USB线 给你充电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圈圈的套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放在里面,应该都用不着的了 我想这些东西 因为事先的时间关系 我已经充电了 这枝东西 这枝东西好像一些... 有点像情趣用品 哈哈哈哈 还是像骚扑呢 哈哈哈哈 好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先介绍 这六个头是什么功能 首先这个是一个叫做小的圆头 这个小的圆头的吸力是最小的 就适合一些黑头比较小的人用的 好了,刚刚介绍最小的 现在就介绍一个叫做小圆头美容吸头 这个吸力是比较小的 都是用于吸黑头 和一些皮肤比较薄 和一些肌肤比较敏感的人 好了 然后这个比较大一点 叫做中圆头 这个吸力比较大的 都是用来吸黑头 和可以吸粉刺和油脂的 但是因为这个比较大 吸力比较强 所以就不要长时间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吸 会伤到皮肤 还有这个叫做大圆头 好,吸力基本上是最大的 如果用这个的话 它还可以做到 除了吸黑头之外 还可以做到一个V面 哈哈 它有讲话这个 如果吸这个的话 是要由下至上去吸的 好了,接着这个 微精美容吸头 这个可以帮你去一些老化角质 令皮肤更加低利 更加干净 这样的 好了,最后一个就是扁 这个叫扁头 扁头的吸头 这个就是一些细纹 可以帮你令到你的血液比较循环 令你的皮肤比较有弹性 大致上 六个头就介绍了 好了 刚刚我就介绍这六个头 接着我就介绍这一个 这个吸黑头的仪器 其实它有两颜色 一个就是白色 一个就是粉红色 女生就选了粉红色 男生用了白色 这个位置是金色的 底部也是金色的 而且它的充电就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插头位给你充电 普通Andra的线都可以了 另外这里有一个显示片 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什么度数的皮肤 就是油性 还是中症 还是干性的皮肤 这里会看到的 这里有两个键 一个就是开关键 另外一个就是变速的 你按一下 它的速度就会更加快 和吸力更加大 我们现在就近一点 我们就看看这部东西 开了是怎样的 首先按一下就开了了 一开始它是写着油性的 它的马力也是最小的 螢光幕未必见到这些字 因为可能这些字也不太清楚 我们再按一下 它是中性的 它是写着说是中性 就是适合中性的肌肤用 马力是会更大一点的 最后是光性的 光性它的马力是最大 而且它还会分为两个阶段 它现在是没有声音 就是有声音 现在是吸紧的 就是没有声音 就是有声音 就是吸紧的 这个是特别一点的 好了 现在还要试一下 我即将就要试一下 这个不就是这么厉害 我自己是属于中性肌肤的 所以我就是要教中间的马力 而且因为我的油脂也比较多 所以我需要用中头的 这个很简单 其实就是这样吸上去 是的 这样吸上就可以了 很简单 现在我就开它 按一下就是中性了 它刚刚说明才是说的 无论如何吸也好 你都一定要由下至上去吸 是的 尽量不要一个位置突流太久 特别是这个吸那么厉害的头 黑手也就是这些位置 好了 不要那么近镜 这些很不错的东西 好了 试一下吧 现在 由下至上 哇 很害怕 哇 你掉了个鼻子 你根本就没办法由下至上 哇 哇 哇 好了 我还是先试一下这一边 哈哈 好像还没有 好 试一下这一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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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好痛 真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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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不会做到在鼻子上游化 因为它的吸力太大了 一吸下去好像吸层机那样 已经吸住了你的鼻子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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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拔不出来 哈哈 好了 嗯 嗯 不行了 嗯 诶 诶 诶 我们先试到这里 那我们就 看下吸到什么出来好吗 好了 其实刚刚吸完之后 现在都看到了 其实是有些油脂吸了出来的 就是看到这些位置 有点吸过出来的 因为刚刚太痛了 所以我不可以吸那么多 我怕我的鼻子会坏 本身的鼻子都不是漂亮的了 因为刚刚就吸完啦 吸完之后 那些油脂都在 你知道要拔了它 拿去冲洗一下 可能有些简液冲洗一下 那就放回去就可以了 好了 刚刚我又试完吸黑头 那么今次呢 今次呢 我就试试用这个 这个呢 叫什么 什么眉睛 什么头 就是用来 去割质的 令皮肤更加有弹性 哼 诶 他的感觉呢 就像被割刀割掉 一块发皮的感觉 虽然我没试过被割刀割 但他好像有点质气 割掉你的面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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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痛好痛 我想问 就是笑容师哥哥 其实角质是哪个位置的 不知道 不是,其實是這些嗎? 千萬不要蓋這個位置 很扯到眼睛,千萬不要試 好了,基本上 其實這次教你的方法 全部都是由下而上 就像男人剃鬍一樣 看有多順便可以 好像剃鬍一樣 咦,對呀 好像剃鬍一樣OK 對了,剛剛我太大力了 這樣挺好的 又挺蛋鬼,又挺舒服 對呀,OK 怎麼樣? 我的臉是不是 滑了很多? 看下去 是不是很有彈性? 好了 我只試兩個算了 評價 好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有7分 原因就是我覺得它性價比也挺高 只是8,200元 就買到一個吸黑頭 而且真的吸到 因為剛剛試了 黑頭和小脂油脂都吸了出來 但是它就說 因為吸了之後 毛孔都會和你修好 這個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正常你吸完黑頭 你的毛孔都會擴大 對不對?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都用一些精華 用一些霜霜 或者敷面面 會比較好一點 今集就暫時到這裡為止 下一集我們還是會去實測 喜歡我們今集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留言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打開鈴鐺 一有十秒 赤格同志你 好了 下集奶茶就會回歸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